2013年10月19日 普志强在香港大学传媒法研讨会上的午餐演讲 10月19号 港大 我现在做的案件有一部分还是基本的人权有关与言论自由 Some of my cases are still related to basic human rights 还有就是与集会、流行、示威的自由 and the rights to assembly and to march industries 常规的案件表现为民事、行政和形式 and I also have in the civil cases, administrative cases, procedural cases 在今年做的刑算件里面 我觉得你这种官的实际上还是比较财产权 财产权 保护自己的财产 The criminal cases I handled this year involves with the right to own one's private property 比如说今年3月份有四位公民在北京的西山文化广场 举台子当众要求官员公布财产 然后他们被逮捕 北京公安机关抓捕他们的罪名呢 是指控他们涉嫌犯有非法集会罪 and they were charged with illegal assembly 同样的类型随后呢 随后呢 又有这个丁家喜和其他的几位律师被捕 还有许志勇和王公权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 但据我所知呢 许志勇和王公权 基本上没有在广场这样的一个公开的场合 去扰乱公共秩序 王公权和许志勇普遍被认为是资助和推广 一个叫做公民运动的社会行动 实际上我在这一系列案件中间所做的是 最基层的那几位在街上举牌子 而最早被带出的人 所以后面的事情 我实际上无法直接介入 另外呢 我所做的一件案件呢 发生在山东省平渡纸 平渡清短纸 财新杂志的记者叫陈宝长 他原来也是南方都市报一个著名的报纸的记者 他呢 因为阻止对他的拆迁 然后呢 现在呢 被这个当作非法拘禁罪 被被批得在乎 大家知道呢 在中国呢 在中国这个上上下的政府呢 都是土地财政 都希望拆毁老百姓的村庄 或者是房屋 来修念他们的房地产 然后去谋取利 有人说 现在的中国政府在国际上 没有任何领土的争论 和谁都没有 但是在国内呢 和中国老百姓呢 有非常多的领土的争论 土地的争议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 就是中国长乡各处呢 有过非常多的一种 对墙开这边的一种描述 有过这种流血冲突 有警察呢 把老百姓击毙 也有中国被拆迁的 自己把自己点燃的 那种自败事件 但是陈宝城是一个例外 我这个 为我建立起职业生育的一些官司 在十几年来 我认为比较好的结果呢 是不输 在很多人 很多律师不愿意去 承接这样的案件的时候呢 我觉得 我有兴趣 并且也有兴趣 做这样的事情 在相当多的律师和知识问子 因为这样的一些事件 因为参与这样的事件 而农受打击的时候 很幸运 我还很平安 所以说我 那你怕不怕 I'm asking are you afraid 人民政府 我有什么可怕的呢 Well the people are struggling so I'm not afraid 中国宪法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人民按照中国宪法 第35条的41条47条 享有非常多的权利 比你们所有人的权利 比你们所有人的权利 在你们的宪法上 一点都不信仇 但是中国什么样的人 才能成为人民 却不是你自己的说了算 有的时候你可能 会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 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 我是人民民主 专重的政权的敌人 这也是因为呢 在1989年以来 我并没有放弃过我自己的这样的一种信念和追求 我的坚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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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会有什么压力呢 你还有什么压力呢 你还有什么压力呢 我可能欠钱也 No money, I get funds The question is what's your pressure 在西方呢,就是说 律师从事这种诡谋 或者说线团案件呢,应该说 收入至少不得很低 但在中国呢,往往呢,会 需要你自己投入,非常大的坚定 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之内 做这一类的案件 除了财经大致呢 曾经付给我几十万块钱 之外,就是半个位呢 曾经付给我们的律师傅所帮的 其他的时间 基本上都没有 徐志老师付我三万块钱 对,我特别感谢 这些给我付钱的雇主 同时呢,我也特别感谢呢 于用自己这样一种 权力呢,去抗争,去维护 自身权力的这些 这当然是一句玩笑的,就是说 从来的律师中间呢,我不是那种 最缺钱的,我的这个情形 应该说,相对来的还不错 我还可以用其他的收入来支撑 然后,压力,我认为对我 没有 我之所以说,现在没有压力呢 上次我在成功座的那个 课堂讲过 就是说呢,中国所说的这种 贫贱不能移 富贵不能移 威武不能趋 前两下,对我们都没有太大的压力 没有意义,就是不可能太有钱了 也不会太穷了 再剩一个就是,威武不能趋 就是说要把你押住 不许你怎么样 否则就要把你关进监狱 但是关进监狱我想,第一是不治理 第二是没什么了不起 对,所以说,来的威武 说你幸福吗? 否则我还算可以 所以,那是为什么 我跟你想 吴先生你好 我是一个母亲 所以我想知道你的 爸爸妈妈知道你做律师的时候 你的爸爸妈妈也没有哭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什么驱使你去做律师 我就说她问你 对了 她问我的话我听懂了 你听懂,OK 谢谢你啊,谢谢你妈妈 对,有的问题呢 我想去我的父母亲 对,我的父母亲都不识字 没有我 他们在中国的农村 他们因为我们家的成分不好 在文化合理期间 我们是被管制的 所以说,作为胆小的中国公民 他们对政治 对中国的政治感到非常恐惧 他们对于我高考填报的智人非常开心 因为我发了历史 为什么开心呢? 历史呢? 对,我自己很喜欢历史 I like history 但是我的父亲会认为 你既然去念中国的历史学 你去教一个书 你不太可能 会在政治里面得到自己的麻烦 因为他们没有文化 所以他们认为 学历史不会有麻烦 我也没有想到 学南开大学的历史系 和中国的历史学院 会赶扛这么多的事情 然后会做这么多的麻烦 但做律师呢 实际上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因为我自己想做老师 但是没有学校 在189年以后 会同意我学校来做教师 不加护 其实他说 它不是我的选择 成为博士 因为在历史上 没有学校会选我 成为历史学校 所以说呢 我是在这个失业的状态下 自己去考虑是指导 然后去做律师 去养家护后 因而呢 做律师是身体所迫 我母亲在知道我做律师之后 没有哭 因为她不了解 就是很不会吃的 零四年 我第一次来香港 给陈老师他们邀请 这个我母亲曾经 非常担心 她说 香港的街上 天天都在杀人 那个地方好危险 这是因为我在家里面 我喜欢看多人发的电影 看这个当时创作的电影 每天都在打电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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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中国梦是什么 现在 领导都说中国梦 谢谢啊 非常好的问题 那一个问题 谢谢 很多这个 因为新年上台以后 都要讲中国梦 网上也有说呢 要成立一个中国梦的 这个指导办公室 整个梦办 我是中国梦 我认为可以自由自在做梦 然后我们不需要在梦里面 去为中华民国的伟大复兴去做梦 另外我觉得 中国梦应该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 而不是中国的梦 一个让中国人做梦的那种口罩 这样一个政权 是无纯的 而且也是胆怯的 你是不是很乐观的 这个情况不会好转呢 我还是不悲观 I'm not pessimistic 我觉得这个事情一定会逃着 I think things will get better 我们看到现在 有很多网络大会和这个 有影响的人被抓了 或者不在说话了 我们也看到呢 就是说中国新任的官部副长 分华上来以后呢 对于公安机关 对于很多问题的解释呢 已经超越了法律的限度 我们还看到呢就是说 最高法院长周强上台以后呢 一些不应该抓人 比如说曾宫杰 或者是夏宇宫这样的 被迅速的杀了 包括呢 今天大家都在谈到的中国 最高法院和最高兵杰台的 最新的司法女士 也是在试图想办法压缩公共舆论 但是我觉得这样一些政策 或者说一些措施的出台 与其说出来的表达这个政策的强大 不如说暴露了给政策的虚弱 这样的一种 基本上营造的恐惧 它不可能持久 因为人终究是要维护自己的利益 并且表达自己的呼声的 还有呢就是说 各位呢 对中国问题的探访 这个 我觉得 谢谢不要被人民日报和CCTV所迷惑 我觉得就是说 真正的这种情形呢 其实这个 中国的社会人和人之间的空间呢 还是在逐渐的拷大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呢 其实需要有人多往前 先走办公 先走办公呢 不太容易有危险 再有 再有 就是说呢 中国的地方官员 和不同的地区 有不同的利益和足球 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 然后啊 我还想说一下 您为一个外交部发言人的话 就是说 第一呢 中国呢 是一个法制国家 所以 建设法制 寻求公正的这样的一种努力 是任何政权 包括中共 都无法阻止的 他说 您会考虑 就是说 去国际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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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救 应该是中国的 就是国际的 来自演 主要是我不能欢迎你 另外 我觉得中国呢 你需要中国人自己解决 而且 而且 中国现在的时候 你一定是中国人经过努力 可以解决的 比如说 这个 中国现行的量 一些政策 是在 互联网 基础德运 往前 飞速发展的时候 所周采的 因然 现在 这个 领导人所面对的局面 其实呢 和十年前 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 有非常大的 用以往 习惯的那样的一种方式 去试图控制 中国社会 和言论 包括互联网的空间 是做不到的 下个星期呢 他们就会在北京 用拍卖我的一个饭局 拍卖我 拍卖你 用那个 谁想跟我吃饭 然后付钱 把这个钱 用来给做老的人 去送饭 这叫送饭的 哦 so next week 在互联网时代 封锁的一个消息 或者控制 一个信息的流动 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非常多的 艺人士和知识们 包括 拆迁的农民 生命的孩子 他们当有需要的时候 网络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平台 来传递 他们求救的信息 虽然在个案上 有可能会有风险 但是在全域来看 我们的人比职业 也具有安全感 有一个很实在的问题 很实在的问题 在香港如果有人给抓了 就打电话给到你律师 那个律师就说 第一个意见给他 就说你不要讲话 先见我 先不会讲话 所以如果你有客 打电话给人 找你 你的第一个的意见是什么 也是不需要讲话 什么 也是不需要讲话 你会给他同意吗 对 但这点 中国政府的法律规定 有一些矛盾 按照香港和欧美的律师 有这样的一种建议 也是基于 他和这个犯罪嫌疑人 有非常方便的沟通渠道 而且呢 在美国法律中间 有一个原案规则 就是 你有什么 什么 在中国的行事作风法 的情况里面 要求被招惑的人 你要如此坦白 中国人被抓进去的话 经常那个审讯市民写的 坦白从关 抗拒从严 但现在的通过法律也规定了 就是说 不能够强迫一个人 证明他自己有罪 好 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这样的律师 如果能够在第一时间 建造这个委托人的话 会有过公安机关的那种侦查 造成很大的麻烦 所以现在公安和检查 包括法院 也还在用一些力量 去设法 阻止律师和自己委托人的惠解 另外就是说 这个 审讯呢 或者说审判的 在更大的程度上 是依赖口供 他说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艾卫卫 你能不能讲一讲 他说你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有没有赢了一点点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第二就是说 在做那么多的律师 能怎么帮你忙 我先说艾卫卫的事情 OK About艾卫卫 我觉得艾卫卫的中国社会中间 是一个独自的存在 He is a very unique person in China 而且我在这里 安慰不合法 安慰和我这样的人 是一个很幽默的人 我们做得很幽默的人 And we both have a sense of humor 我们经常和我们这个政策开玩笑 We always make jokes with the government 开着开着 然后他们就说不了 And then so we make so many jokes And then at some point they couldn't stand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中间 就出了一些是 这些是呢 就是很安全 实际上通过艾卫卫世界的处理 能够体现出中国社会的一种围困 是一个什么样的思维逻辑 一个状态 安慰卫世界 发生在2011年的4月3号 他在手机场被北京公安抓 然后放在北京是几十公里的一个地方 他的老妈妈曾经饿了我 他该怎么办 怎么样 他能见着他儿子找他儿子 我说你可以写一个寻人启事 可以什么 寻人启事 因为没有人承认抓他 我的朋友有点多被抓了 大概五个多月都没有人承认抓过他 4月6号的时候 新华社发布消息 说艾卫构成重婚 偷逃 巨额税款 上传贏货物品等集中罪名 但是经过我们分析呢 艾卫本身不是偷税罪的主体 那个公司是他老过的 不是他 重婚队呢 也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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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说艾卫 但传访中的淫货物品实际上是他的艺术 过了一个月左右 然后公安安排他的夫人和他有一次见面 那时候我就判断艾卫月没事了 因为如果都是最成立的话 艾卫月的夫人作为白代表 是最重要的罪犯 在这种情况下 要安排他们夫妻两个见面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有点长了 你要赶快就说 好的 你有没有赢到这个案子 我赢了过程 因为这样没有过程 那么现在 我觉得我并没有输 因为那个案子完了没有呢 案子完了 好 我们输了 但是我们确实输了 但是我赢了很多 分别是谁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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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是谁有 还是我 但是我没有赢了 我没有赢了 OK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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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